這些是很便宜的 例如這塊我買了60元港幣 買了回去後 下一張照顧吃 因為時間都差 我又把它切粒 這是金錢肚的位置 因為一隻牛有四個胃 錯的 牛只有一個胃 四個胃膝 明白 有金錢肚 毛肚 草肚 還有牛沙瓜 牛沙瓜 這個比較少吃 當然 不是很熟的 客人都不會給你 這樣嗎 牛沙瓜 最小的 你買回去後 把它切成小粒 因為這個在湯裡 一匙一匙 湯汁 湯水 加上牛肚一起吃 它已經處理了洗乾淨 切粒 下一張照顧吃 接著最重要是 切很多很多的蒜蓉 我切得多小粒 蒜蓉有心機 多少粒 我想是一個蒜頭 我問你切出來多少粒 我沒有你 171 條蝦腸 你切了一個蒜頭 切成蒜蓉 備用 下一張阿成可以 把牛肚切成粒粒 放進鍋裡 怎樣呢 加了水 然後再加兩湯匙的醋 因為牛肚多一些 counts 對把糗分辨出 meat 所以牛肚拋偏減出 牛肚已經缺遍了 кеicot 其實當日我食t 我們坐在那裡看別人喝啤酒 當時我腦裡在想 換了一個中國人的廚師 有個老人負責掌湯 幾桶湯 我就在想 牛肚真的沒有味道 你處理了它 它也是沒有味道 那時候我在想 我在香港可以怎樣做 我其實可以用薑蔥爆一爆 然後再做湯 這樣會香很多 可以引到牛肚本身的器官味出來 你有道理 我們一定有機會回去土耳其 你教他吧 玩完廚房 反正我們都習慣了 下一張阿成 我也是 用白醋 浸在盆子裡 兩匙浸泡十分鐘 披一披它的味道 現在的牛肚呢 人家看不起你 他從未用過這麼差的醋 日本米醋 那些用來散東西 他散東西也是 吃東西就用意大利葡萄醋 哪一種就手就拿哪一種 我家裡有白醋 我不會特地去買蘋果醋 葡萄醋 天地一號還是天治一號 什麼天地一號 那些醋叫天地一號 我忘記了名字 那些是在中國貨行有賣的 我先做它 下一個步驟 放一公升的水 大約一公升的水 放在裡面 這個放在什麼鍋 不是普通的鍋 這是壓力鍋 壓力鍋的好處就是 用很難煮得軟的食物 加壓之後 煮半個小時已經是軟了 牛腩 牛筋 我通常用壓力鍋來煮 放下去之後 你剛才的水 是要蓋住牛肚 這樣就差不多 大約一公升的水 下一張照片 放進去裡面 下一張可以 這麼多這些 很乾淨 放進去裡面 很清晰 雪白 因為第一是處理過 第二我再加醋 攪拌醃之後 用梳打粉 沒有 因為牛肚可能會硬 小牛肚 因為它還是很小 它喝奶的時段是比較長 現在的小牛 通常吃了一個月的草 因為一吃草之後 它就會有顏色染在裡面 所以就變了硬 而且因為消化 所以小牛肚是很亂的 不會煤的 不會 穿草才會煤的 吃草不會 穿草才會煤 對 好 吃下一張 通常用這個 這是我的壓力鍋 這是外國貨 我們來做的 怎麼會買大陸壓力鍋 根本買不到 香港很多 這個鍋跟了我25年 盛龍說會爆炸 不會用的 不會用的會爆炸 這個鍋跟了我25年 不止 30年都有 因為我在做酒店的時候 已經買這個鍋 炆東西煮東西 又省火又快 我一個人住的時候 就買了這個鍋 一邊用 唯一要換的是 裏面的膠 因為膠會老化 因為裏面的蓋子 有一條膠邊 迫緊的爐 讓你裏面的壓力 蒸氣不會走出來 那條你經過六七年之後 開始變硬 硬了之後 四周有些氣會走出來 所以要換一換它之後 整個鍋可以有新的 阿貴人說 有這個音 我又不覺得 預計的湯底夠味 我只是想吃有酥我味的奶粉 各有所好 各有所好 各花都入各眼 你很多花都入眼 你放進壓力鍋裡 它滾了之後 可以轉小火 壓力鍋的好處 我怎會知道它滾 因為它有壓 你不可以的 對 上面有綠色 會升上來 加壓之後 頂上是綠色 中間是黃色 如果我再用猛火煮 下面是紅色 這個設計挺有趣 上面頂上是綠色 中間是黃色 所以煮東西在黃色和綠色中間 到這個時候 調到最慢火 煮多少 煮大概半個小時 都很久 不用煮太久 牛肚 因為吃下去的口感要軟 基本上不需要像牛腩 牛腩也是很軟 你不用照得很辛苦 看看牛腩 如果主要是奔沙腩 就真的不能太久 因為奔沙是兩個膜 中間是肉 一來 中間的肉就會散 那就不好吃了 今晚我煮日式牛腩 今早就已經賣光了 牛筋、牛腩、蘿蔔 什麼都賣光了 我通常用這些壓力煮 下一張阿成 接著最重要的步驟 湯 你現在只煮這個 酸忌廉嗎 乳酪 不是酸忌廉 乳酪 你先找些麵粉 接著拿些乳酪 拌勻 看你的口味 你喜歡那個稠和不稠的狀況 看你自己的口味 你可以多些麵粉 或者你喜歡那個湯 比較cream 有奶味的 多些乳酪 你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 你煮了半個小時 關火之後 起碼等多一個小時 因為你關火之後 你一開不到 一開的湯 全部都滾出來 你一定要慢慢等它 降溫 降溫起碼半個小時 你看著上面那一滴 上面剛才那滴 黃色、綠色的 全部去到平 平了 再等多大約半個小時 你才可以慢慢慢慢 扭開到 嘖 走掉 對 先走了 不可以太快 拆開來問你 你再會去吃燒鵝嗎 會 招不招呼人 什麼 為什麼 你說 你帶小丁去 她投訴你 可以 可以 我叫小丁 不要說大 我又沒有車 我也是要搭車去的 你加上這些 拌一拌 你看自己的口味 下一張照片 麻煩你 你看到我 接著 在湯 在湯 再拌一拌 你其實要攪拌 好像別人做麵 對 這樣作用 麵粉 只不過是加了乳酪 但最主要都是在湯 在湯裡 放些湯 拌勻 拌勻 然後再放進鍋裡 再煮一下 煮一下 煮到湯的湯身 有點稠 但其實這裏 我後來做了好幾次 有一些餐廳 這是最普通的做法 跟著土耳其做法 但在某些餐廳 我也問和人聊天 你不一定要用清水 可以加少許高湯 或加一粒牛肉 或者雞 一塊塊的 一磚一磚 用紙包著的 叫什麼 雞湯 牛肉湯 即是加些味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雞粉 現在有雞粉和雞汁 粉類的 湯就變得不太寡 因為湯只有乳酪 牛肚 牛肚的味道 其實都有小味 但如果想味道更豐富 你可以加少許雞湯 或者牛肉湯 其實也可以 沒有肉豬 因為豬和這些不適合 下去煮完之後 下一張就成功 倒下去 然後就開火 煮起來 湯會慢慢稠 還未完 再下一張 其實 土耳其有一種 酸奶 新鮮乳酪 新鮮乳酪 用那個味道更好 一定會更好 很棒 我們那次是新鮮做出來 看著空壺機做出來 那個味道很好喝 那個叫什麼 艾蘭 就是土耳其很流行的飲品 我們是新鮮打造的 裡面有一點鹹味 那是很普遍的飲品 很多是有現成的 一杯是蜜蜜 但我跟奧地利那次 是新鮮做出來 我未去土耳其之前 我喝都是喝紙包裝 但當你喝過新鮮的 你哪裡都會喝回頭 那種味道 那種奶香 完全比那些一盒一盒 好幾倍以上 好喝很多 當這個湯已經差不多 結的程度在那裡 你可以加蒜蓉 蒜蓉 這樣加下去是不行的 因為有一點辛辣味 你大約煮它30秒 煮它30秒 你不要太熟 太熟就沒有味道了 找油 什麼叫找油 你是就這樣加嗎 就這樣加 其實也是用中式爆一下 把香味逼出來 蒜蓉下去的湯更加 但它很肥 會不會 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會沉底 因為熟一點 面上的油 就飄了 這樣就行 這樣就更香 這樣我肯定更香 我們中式的 會令這個湯 活色生香 那倒是 你現在從牛肚爆香 或者蒜蓉爆香 我肯定湯的味道會濃 問你是不是這一種 什麼叫 貴人 欸欸欸 這些味道 十幾個 對 就是這些 放進去 就變成牛肉味的湯 這些是否叫牛肉蒸 牛肉蒸 對 雞蒸 剛才我說雞蒸 少丁麥爺 每個人都聽到你越來越帶他去 比你還要 我已經通知了奧地Andy 你說得這麼大聲 全人類都知道 行了行了 我會帶少丁麥 我在預記門口拍照 證明我真的有帶少丁麥 好嗎 下一張 麻煩你吃 最後當然加黑照 其實還未夠 因為湯還是差一點味 之後是怎樣 最後一個步驟 我沒有拍過一張 最後是什麼 找兩個檸檬 把檸檬汁拿出來 倒入湯裡 這樣就鮮一點 鮮的香味 最重要是香味 煮完之後 煮出來 湯不是稀的 是稀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